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小基数减脂不要做过多有氧 我见过太多没有经验的减脂新手 一进健身房就冲着跑步机去 跑跑停停一练就是一个小时 更有甚者跑跑歇歇一跑一下午 看得我是满脸问好 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 要称确实掉 但代谢也跟着掉 要不了几天就卡平台 一旦松懈就立马反弹 小基数减脂的第一任务就是保代谢 你每天吃那么少 活动量那么多 脊脂唇直接爆表 身体还以为你想不开了 立马开启低能耗保密模式 你执行的越坚决 身体就越坚定的想救你 最后双向奔赴 僵持不下 这就是所谓的平台期 所以小基数减脂有氧都不需要做 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饮食搭配力量训练 饮食可以少 但碳水比例一定不能低 足够的碳水 保证胰岛素能持续压制皮脂唇 你减脂的根本肌肉就保住了 再制造一点热量缺口 脂肪那还不得哗哗一直掉 最后还剩一点顽固脂肪 不知道怎么减的 直接来找我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身高体重 我来给你减脂建议 好了 健身用脑效果更好 下课